台北市場選舉電視辯論會中 藍綠白的候選人都有闡述事爭議題 但遺憾的是 依然有媒體故意操作抗中寶台 好像把台北市場選舉當作選總統一樣 而主打抗中寶台的陳時中 則在用DNA說來回應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就是我們的DNA 但陳時中別忘了 他擔任指揮官期間 連採購BNT疫苗都為了抗中 不惜犧牲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結果卻發現 他花納稅前補助的高端臨床試驗 根本也是入資背景 這樣的選擇性抗中就是他的DNA嗎 接著陳時中還反問另外兩位候選人 結果馬上被打臉 民進黨談到兩岸問題 始終是 綠能你不能 一路走來始終雙標 也難怪網友會在網路上說 綠共一家旗 所言不假 蔡總統在雙十國慶的文告中 才剛剛說 期待在兩岸邊境解封之後 能夠逐步恢復兩岸人民 兼健康有序的交流 而你立刻就說不會去辦 是在打臉蔡總統嗎 還是這就是你說的抗中導臺 除了抗中 在一開始的深論也看到 陳時中嘴上說不會對蔣萬安 苛責歷史 但卻是一心想要提起蔣家的歷史包袱 30年過去了 台灣社會 還在必須討論蔣家後代的問題 我要先嚴肅的聲明 我不會克制蔣萬安委員 必須為過去蔣家的行為負責 不過 你去參加救國團隊遊戲 他更有責任帶領台灣社會 米平傷痕 同時也花了不少篇幅 在打柯文哲 他說要推倒藍綠的高牆 不過八年過去 他卻築起了另外一道牆 台北市民稱的他向上爬的工具 全世界沒有一個市長 在疫情期間 每天砲打中央 是有柯文哲 讓人還以為柯文哲又出來競選了 有評論就認為 車上是為了要鞏固立營基本盤 以免被放棄 但實際對一般民眾而言 操動各種意識形態 根本沒有任何幫助 百民就只是打口水戰 反而令人搖頭